再来要看到的是中华航空布局东欧旅游市场 从台北直飞布拉格的首航班机 载满了306名的旅客 经过大约13小时的航程 在当地时间19号早上顺利抵达 那么有了直飞的选项 旅客们可以缩短4到5个小时的航程时间 之后每周也会有两班往返的班次 目前华航欧洲航点达到了6个追平的长荣航空 而长荣航空的欧洲航点 在8月平均定位率超过了8成5 新闻航空紧接着在8主月份 将陆续开航菲律宾克拉克 还有日本雄本航线 历经13小时左右的航程 从黑夜到白天 台北直飞捷克布拉格的首航班机 在当地时间早上7点10分顺利抵达 机上306名旅客早就迫不及待 要游览这座童话王国 你帮我睡觉明天起来就在布拉格 那回去布拉格广场再看一下吧 因为之前蜜月的时候就是去那里 一辈子要期待一次的首航 实在机会实在太难得了 所以就是布拉格来就对了 相像过去从台北出发到布拉格 还得要经过转机 如今直飞航程 缩短至少4到5个小时 连机上餐点都很有看头 豪华商务餐的餐点 当年来开箱 是直接把米其林三星 一宫中餐厅的料理 搬到了空中 像是主菜呢 就推出了这一碗 虾子云吞捞面 而且还有一宫的四瓶小菜 让你在空中 接开一个米其林饗宴 很惊艳 配菜很厉害 然后让你觉得很清爽 我们很贴心的 结合了旅人的心情 然后我们准备了 捷克特色的餐饮 说的甜点就是这首航限定 充满捷克风味的百香 覆盆杏仁蛋白饼 吃饱喝足 想要补眠 还有空服员 帮你铺好床 捷克布拉格是华航布局的 第六个欧洲航点 以长城航线的主力机种 A350客机直飞 每周提供两个往返班次 我们规划了大概两三年 往后到八月都是满载 主要的问题是在 飞机的基数不太够 等到我的飞机补充了之后呢 尤其是我们已经订购的 七八七来了之后 我想接下来我们会加密 开航布拉格之后 华航欧洲航点达到六个 每周提供将近三十班 长榮同样有六个欧洲航点 每周将近三十二班 近年来平均载客率达到九成 暑假八月平均定位率 也超过八成五 而新宇暑假档期 则是以日本最受国人欢迎 紧接着八月将会开航 克拉克 九月开航 雄本航线 秒准下半年的暑假档期 航空公司是积极布局直飞航点 要来抢供 以后报复性旅游的市场大病 以上是记者李苏与徐秋名 在杰克布拉格的采访报道